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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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开国元勋从政治上受益于奴隶制度 Slavery 叫奴隶制度 从政治上Politically Politically from slavery Benefit politically from slavery 从政治上获益了 就这个意思 获益于谁 在奴隶制度上获益了 从政治方面在奴隶制度上获益了 那么确实有很多开国元勋 包括大家如果了解过林肯他们 他们家族最早都是奴隶来伺候他们的 只不过有些人他主动打破了这一点 好 那么我们看接下来后面几个选项 B选项 Slaves in the old days did not have the right to vote 在过去的这些奴隶没有权利干嘛 They didn't have the right to vote 没有投票权 C Slave owners 奴隶主 usually had large saving accounts 都有巨额存款 Saving accounts 这个account讲过好几次了 还记得他吗 D Slavery was regarded as a peculiar institution 奴隶制被施作是一个独特的制度 来看清楚了 Peculiar 独特的 讲过多少遍不要被中文字典祸害 你们查中文字典不相信就查了 Peculiar 绝大多数中文字典都强调它的一个意思叫做 古怪的 而 peculiar 从来都是特有的 特有的 peculiar 比如说有个单语叫 Be peculiar to 在什么什么地方所特有的 比如说这种烹饪机在中国西南地区特有 This kind of cooking style is peculiar to the southwest of China 就这么来的 而奴隶制度被施作一个独特的制度 institution 注意了 制度叫institution 注意区分一个词 很能说韦哥这个词不是机构吗 那研究机构 名词叫institute 看清楚了 这才是名词研究机构institute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麻省理工MIT 那个I就是institute 对不对 好 大家注意一下这种感觉 那么institution叫制度 而institute 它也可以做动词等于beaut 叫建设 它做动词含义等于beaut institute something 叫建设 建起某个东西构成 建筑构建 所以它还可以等于这个词 constitute 所以大家慢慢就会看到这个stitute 这个词根就有建设 building 这个词根的含义 所以institute constitute 都有构建 建设的意思 构成 好 不难过 blame on 所以blame 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都可以 blame on 那么如果它做名词 也可以引申出一个短语叫 place a blame on something place a blame on something 或者place a blame on somebody 叫对某人放了一个抱怨在他头上 place 叫摆放 所以叫抱怨 就这个意思 归咎于抱怨 怪谁 我们来看句子 when we are deprived of green 来 讲过多少遍 be deprived of 像这样的重点短语 韦哥绝对不只让它出现一次 你放心 有我在 好不好 我讲过 我们这一期班 为什么我从头到尾一夜不落地讲 就是因为我不会让这些词组 再在各位的生命中一晃而过 这些词组真正地决定了各位以后的英文水准 读长男剧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词组 结构也就搭起来了 那么在学英语的时候 口语表达的时候 有词组 语言质量就高 在写作的时候 有词组 就能连词成句 这太重要 以前不敢讲 是因为恋恋有词没有产生之前 我连讲词组的勇气都没有 而恋恋有词 已经把各位的语感和词汇能力大大提升 那么接下来才会有词组 贝多芬的产生 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这门课 我会把这门课录到极致 从多到尾一字不拉 这就是为什么我录的这么辛苦的原因 也希望各位听伟哥的不要贪多 学习切记贪多 按部就班心态平稳 每天一个单元两遍就可以了 好不好 来往下走 when 不是一个单元 sorry 每天一个课时两遍就可以了 不要多 每天我不要你花多少时间在上面 花一个小时左右 就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你还有别的科目要复习 何况很多人不考研呢 因为词组的东西本身就覆盖了 所有的托弗雅思考研四六七 全部都覆盖 你靠托弗雅思也是这些词组 你以为的 词组就这么多 所以各位 起码这门课 哪怕作为纯英语学习 你也得反复刷 语感一定可以建立 来 when we are deprived of green 当我们被剥夺了绿色 of plants 植物of trees 你看并练 如果这是一道阅读题 随便读懂一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们被剥夺了 大自然的这些美好的环境 绿色植被树木 当我们被剥夺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most of us give into a demoralization of spirit 我们所有人都屈服于 give into 我们都屈从于 我们都向谁低头了 像这样一种 不道德的精神状况低头了 对不对 你都不用翻得跟我书上一样 我也不会按书上读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句子前面提过一次 对不对 demoralization 你要立马反映出来有个moral 再加地向下 那就是道德没有的 demoralization 所以叫降格的 道德缺失的 所以叫我们绝大多数人 已经屈服于这样一种 没有什么追求的精神状态 没有什么道德判断的精神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 which we usually blame on som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我们往往干嘛 归咎于 which we usually blame on 也就是 blame them on something 我们总是把它 把这种道德失败 归咎于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你看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我们总认为是我们心理上有问题 我们抱怨它 这种所谓精神上已经屈服于这种不道德 我们已经认为这种不道德是司空见惯 我们总是把它归咎于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直到有一天 until one day we find ourselves in garden 我们终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公园里 也就是你离开绿色太久 终于有一天你来到公园里 and a failed expression vanish as if by magic 你突然发现这种情绪 你看expression叫情绪表达表情状态 你突然发现这种情绪 vanish 消失了 as if by magic 就好像魔术一样 也就是说你不真正走到大自然当中 你是永远不会觉得你不能屈服 就好像我们在钢筋混凝土 我们在北京上海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待久了 深圳还好主要是北京 你说哎呀无所谓啦 反正我为了事业发展 无所谓 钢筋混凝土污染污漫 没关系 直到有一天你回归大自然 你突然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屈服于这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为建立美好的环境而奋斗 于是雄安兴趣来了千年大忌 国家不许炒房 武警直接进去 为什么不许你炒房 我们就是要把雄安建设成一个 整正的现代化的高科技的移居的模板 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个改革会不会成功 Vanish叫做消失 注意了 好 往下走 bring out 引起 导致 带来bring about sorry bring about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at 从文章最后一段我们可以推出 infer 叫推理 好最后一段推出什么 A Financial risks 金融风险 Tent to outweigh political risks 倾向于 Tent to Tent to 看起来像 倾向于 倾向于干嘛 outweigh 来注意out 做前缀的作用 记一下 叫超过 weigh 叫承载重量 那么outweigh 叫超过它的重量 所以叫 经济风险已经超过了政治风险 听懂了吧 outweigh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英语当中只要有out 就要超过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 愤怒叫rage 所以有了一个名词叫outrage 像我已经出于愤怒了 超过愤怒了 所以这种愤怒是由内而发 大家应该知道叫 爱莫大于心死 我已经出于愤怒了 所以证明你是一个很有正气的人 你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这个字翻译成义愤 你看 义愤 已经出于愤怒了 已经不只是愤怒了 这种愤怒带着义字 老子必须替天行道 那种感觉 所以outrage 是义愤的意思 再比如说 活得比你久 叫outleave 叫活 outleave 叫活得比某某某久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乌龟活得比我们久 turtle outlives human beings turtle 乌龟都知道 对吧 turtle turtle outlives human beings 乌龟活得比人久 所以out 有一种超过的意思 够了 来 紧急的再来往下看 b the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may face greater political challenges 他们可能会面对巨大的政治挑战 中产阶级面对巨大的政治上的挑战 c financial problems 金融问题 may bring about political problems 可能会带来bring about 会带来政治问题 金融问题也会带来政治问题 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s an indicator of political status 经济的责任 金融方面的责任 是一个是政治地位的indicator 什么意思 我们学过一个动词叫indicate indicate indicate叫做指名表明命令发射 所以an indicator就变成一个叫 你可以翻译成叫情语表 叫经济责任 是政治地位的保障 是政治地位的情语表 是政治地位的发起和提示灯 是它的灯塔 所以怎么理解 也就是说金融责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保证 它是一个灯塔一样的东西 你看不到经济方面的责任 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地位 也就是我们所的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 你怎么理解都行 听懂了吧 所以indicator叫命令提示器等等 起到决定作用的等等 因为词跟dic 讲了多少遍 dic就有命令的意思 比如说dictator 小时候最怕听到听写dictation 老师在上面命令你 dictate叫命令指示 对不对 我在前面跟你讲了多少遍 比如说独裁家就叫做dictator dictator 你看dictate出现了 dictator 独裁叫dictatorship 就是大独裁家的意思 叫dictatorship 所以dict就有命令 发布命令的意思 所以小时候最怕听写dictation 就这么来的 体会一下indicator 好 那么我们接着书中往下看 那么我们看其他词组 be applicable to applicable 来自于apply 跟于这个词无需赘述 应用 那么be applicable to 叫适用于 应用于 可实施于什么地方 关键还是词to 那么能够应用于某个领域 就这个意思 所以来我们来看看句子 the author associates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with that of smoking 叫作作者associates a with b 讲过多少遍 一定先看短语框架 对不对 把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联系在一起啊 把全球变暖这件事儿 issue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with that of smoking that也就是issue 你看取代了这个issue with issue of smoking issue在这里翻译成事情 把全球变暖这件有争议的事儿 归结于抽烟这件事儿 because 因为什么 选A they both suffered from the government's negligence negligence negligible 叫他们都suffer from 遭受他们这个痛苦 或者这两者的原因都源自于 你看 就fem from就可以了 他们遭受如此之劫是由于 由于谁 政府的忽视 negligence 那么这里的neg 词根 讲过多少遍 它等于not 否定 就等于not 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负能量 对不对 形容词叫negative negative 叫负面的 负能量就可以写成叫negative energy 而正能量呢 positive energy 就这么来的 negative energy positive energy 好 B a lesson from the latter is applicable to the former 也就是我们讲的后面 a lesson from the latter 后者所 后面所学到的一堂课 可以适用于前面 former 那么ladder跟former 看到这两个词就可以了 ladder是后面的 后者 former是前者 也就是后者这一堂课 能够用于前者 也就是跟抽烟一样 抽烟这件事情 所得到的教训 因为刚刚先提到了全球变呢 再提到了抽烟 所以这里的ladder 指向的就是smoking 就抽烟这件事 是可以套用在全球变的这件事情上的 就这个意思 c the outcome from the latter aggravates the former 叫后者 也就是抽烟这件事的结果 讲了多少遍 outcome叫结果 抽烟这件事 后者 ladder 后者的结果 加剧了前者 aggravates 那么这个aggravates 为什么叫加剧 因为这里面藏了一个词根 grave 都知道grave是什么 坟墓吧 你看墓地 grave 那么墓场叫grave yard grave yard 关于grave这个词 我个人印象是很深的 因为当年我背字典的时候 我总是举这个背字典的例子 把它当成一个负面例子 大家知道韦哥当年 把现代印汉字典整整背了14遍 那么我一直把这个事当成负面案例 来警醒全国人民 因为背完之后 我发现 麻达我的英语一点都没有提高 直到我后来开始 用更放松的 不为什么的坚持的状态 开始看美剧 听音乐 看TD演讲 看我任何喜欢的演讲句子 我都喜欢把它背诵 才会变得好起来 而这个grave 当年我背字典就翻过 翻过一个错误 至少这个错误 让我一度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grave做名词叫坟地 而做形容词它的意思叫做严肃的 它在中文字典上赫然写着grave 形容词意思叫严肃的 于是当年我在英语角为了装逼 以前都会说我是认真的 我是严肃的 I'm serious 结果那天故意装逼 I'm grave 老外在对面 哈哈笑了半天 You're grave 我忽视了这个词 所带给他们的场景的感觉 我是个坟 什么鬼啊 所以一度导致我后来 国外的那些朋友 看到我每次 我是认真的 他们都不说I'm serious 他们都说I'm grave 然后就开始笑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词 所使用的场景 就好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gay gay 同性恋 在当今社会提到gay 大家都知道你是gay 而gay 在以前它的意思 有个形容词含一架 兴高采烈的 但你就不能这么表达 你特别高兴 你只能说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appy 都可以 你不能说I'm very gay 别人说 oh I know that before I always try to find a chance to talk about this issue with you but it is hard for me to find a chance to speak it out but today you just speak it straightly oh my god you've seen me as a real friend you're a gay I know that before 你是gay我知道的 所以各位不能下次装逼 I'm very gay 我很开心 再次说明 你要注意每一个词 在历史场景下 所代表的主流的语言环境 你不能这么去用 所以the outcome from the latter 后者的结果加剧了 grave是坟墓嘛 aggravate 前面加深程度 让它走向坟墓 所以叫加剧 恶化 恶化了前者 aggravate the both of them have turned from bad to worse 这两者都从坏变得更坏了 也就是这两件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糕 无论是抽烟还是全球变暖这件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糕 叫turn from bad to worse 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 be biased against 讲了多少遍 首先against 叫对抗 对抗对不对 biased 叫做歧视 所以be biased against 叫对什么什么有歧视 来 the author implies in paragraph 5 that 在第五段作者暗示了 作者指出了 imply 什么that professors are 教授们 干嘛 are a supportive of free markets 教授们支持自由市场 be supportive of 又学会了 你看你要背啊 短语到处都是 be supportive of 你要知道你背了这个短语 就可以把一帮土鳖 打得和你毫无竞争机会 原因是他们只会用动词support 他会说professors support free markets 而到你这儿变成了什么 professors are supportive of free markets be supportive of 再看b professors are cautious about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叫做教授们be cautious about 叫对什么什么很谨慎啊 对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教授们对于这种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叫做智力调查非常谨慎 也就是我们讲的IQ测试嘛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来自于动词investigate 叫调查 C professors are conservative about public policy 教授们对于公共政策持保守态度 你看conservative 前面讲过的 来自于动词conserve 保存节约 对不对 conservative 叫保守的 他们对于公共策略极其保守 D professors are biased against classical liberal ideas 他们对于这种传统的classic liberation 名词 于是有了一个名词叫自由 叫liberty 我讲了多少遍 这个liberty跟freedom 还不太一样 freedom是泛指的 什么自由都可以叫freedom 而当今社会我们提到自由 更多不是人生自由 而是思想解放 我们很多人心智未开 那么这就叫liberty 叫自由 所以做人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太多禁锢 骚气一点是对的 知道了吗 这在当今社会叫做什么 叫做liberal education 这就不叫做思想开化教育 这就是我们当下流行的 叫通识教育 这个非常之重要 韦哥创办这家公司韦林文化 就是想一条腿迎合应试 一条腿迎合文化 所以我总是说韦林的理想叫应试苟且 先迎合 先把眼前在体制内国家必须完成的考试考了 韦哥用最快的速度帮你们解决 然后我们再来读西方名著去全世界到处走 旅行跟韦林跟我一起we learn看世界 每年我们都搞两支团 暑假一期 寒假一期 你们在我的微博公众号都能看到 每年我们微博一挂出来 啪一批学生就跟我们一块全世界名校走 不是出去购物的 那多无聊啊 要去看世界 要和当地人交朋友 这就叫通识教育 这叫常识 所以我们缺一个叫常识的教育 这就叫liberal education 因为liberal叫思想开化的 通识教育就是让你大脑打开 去干嘛 face up the common sense in the correct way 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面对常识 常识叫common sense 所以这里的liberal ideas 可以叫做思想的开放的主意和看法 也可以叫做通识性的看法 所以啊 所以叫这些教授反对这些经典的常识 反对这些经典的通识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都行啊 或者叫自由思潮都可以 好 没问题 be biased against 继续 be busy with 这个端语不知道拖出去编诗了 as often as i visit her 每当我as often as 就每次as often as 每次我拜访她 she's always busy with work 她总是忙于工作 跟我一样啊 没办法工作狂 be busy with because of 维哥绝对不是为了讲这个单语 但是出于考试整体完整性 你必须认识because of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Now the company is suddenly claiming that 公司突然宣布claiming that the 2002 agreement is invalid 2002年的协议失效了 讲过多少遍 valid 信用词 有效 对不对 它的名词叫validity validity 叫有效性 有效 那么无效呢 invalidity 无效的 形容词invalid invalid 叫无效的 就这么来的啊 所以叫做 the 2002 agreement is invalid 2002年的协议是无效的 because of the 2006 legislation 因为2006年的legislation 立法 因为06年的立法怎么了 让2012年的失效了 当然了 肯定要听最新的立法规定 所以可以根据这句话推出 2006年的立法肯定是对抗了02年的立法 没错吧 再来and that onl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regulatory power over nuclear issues 而且仅仅只有联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has regulatory power 叫做有规定的权利 regulatory 叫规则制定权 大家应该知道规则叫regulation 对不对 来自于动词管理 制定规则regulate 于是才有了一个形容词叫常规的 有了规定嘛 你才按照规定去做 regular叫常规的 对不对 常规的 regulate叫管理 regulatory叫管理性的权利 power 所以叫只有联邦政府有管理权 你就可以这么去说 over nuclear issues 关于核问题 废话 如果核问题政府都没有管理权那就完蛋 当然不一定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是私有 那么像日本啊这些核电厂都是私人拥有的 所以有时候会出很多问题 像有些行业确实是不能用私人去介入的 这边文章聊的肯定就是 关于私权利在核电方面的投资问题 你读了这句话就能看到 所以大家还真不要去忽视每一句话 但也许这一句话直接就把整个故事背景介绍出来了 好不难过 怎么会感觉到才到字母B就开始阅读越轻松呢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所以沉住气 维哥永远是先紧后松 你看我A讲的多他们慢啊 就是慢慢慢慢过渡 让你们越来越爽 爽到死到最后 最大的注意坚持住 一定会觉得越来越好 就是阅读越顺 Be cautious about 叫对什么什么谨慎 Cautious 注意啊 来自于名字Caution The author implies in paragraph 5 that professors are 刚讲过 刚讲过 第五段教授说了什么 来 再来看一次 Be cautious about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他们对于智力调查很谨慎 其他我就不再说了 那么我会不断的把这几个端语再拎出来 哪怕有重复 让你再看一次 会加深印象 没关系的啊 尽紧一点 按书完整的来走 继续 Be concerned with Be concerned with 注意 Concern 中国所有的字典 写的 Be concerned about something Be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都写的是对什么什么有关注 记录一下 很遗憾的事 这种关注 请你做个笔记 后面一定带有一丝Worry 这是Concern 这个词在字典上 没有告诉你们的意思 Concern 一定带有一丝忧虑和担心 我再说一遍 Concern 他一定带有一丝忧虑和担心 这是Concern这个词的情感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看这个句子来了 你看果然有一点偏消极的话题 他担忧的 If we were not able to picture the world in a hundred years or more 如果我们不能够 to picture something Picture做动词了 描述 描绘 这里的picture等于describe 印 印是什么什么之后 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一百多年以后的世界进行描绘 Would we be concerned with global warming? 我们会对全球变暖真正的关心吗? 所以各位体会到了吗? 这里的关心就带有一丝忧虑的关心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一百多年以后的地球没有描述的能力 脑子里没有想象力 你根本不去care 不去关注 一百年之后地球变成什么样子 你会在乎全球变暖吗? 这里的concern with 明显但有一丝worry 这就是我一个提醒你们的 所以往往请关注 be concerned with 后面的话题 往往引起作者的担忧 有听听我在说什么吗? 好 所以把这句话记下来 来 我们再看一个端语 be confronted with front 前面 come 一起 撞到一起去了 在面前 所以叫面对 遭遇 碰见 GPG 依旧偏消极 依旧偏消极 你经常confronted with 碰到的都不见得是好事 好 我们来看 be confronted with the past with the least regret 请用最少的遗憾 来面对过去 他都说了用最少的遗憾 面对过去 前男子 你这里的过去 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 所以这里的be confronted with 一定是偏消极的 你确实会遭遇在未来 在过去走不出来 但是请用最少的遗憾 这句话送给大家太棒了 这三个排比看了我都流口水 你怎么能不背呢 再读一遍 be confronted with the past with the least regret 请用最少的遗憾 来面对过去 人都有遗憾 你说忘记 不可能 请用最少的遗憾去面对它 再来 be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ent with the least waste 请用最少的浪费 来面对现在 present 谁不会浪费时间 我一个说过一句话 叫做人生就是用99%的时刻彷徨 用1%的瞬间改变 人一辈子一定会出现至少三到四次机会 我当年高考错过一次机会 明明考了一个很牛逼的高考分数 我当年全区县市区第五名 我就像舔了一个全国唯一的不能舔的法学院 是南京大学法律系 这是我终身的痛 那一年我考高考的时候 南京大学法律系 跟北大整整只差了四分 脑子怎么都没想到 所以那一年我全国好像只有三所院校不能填 我什么专业随便挑 当然了我提前批次 当年我填的是这个这个外语类的 填了好几座名下 我也不记得了 莫名其妙填了什么中央财经大学 北外也都填了 后来发现都能上 我什么中山大学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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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同济大学 这些是超几十分 超五六十分 背我爸妈跟老师一起背着我 诸伟一定要上一本的 重点本格 怎么能提前批次呢 改掉改掉改掉 居然在那个没有人权的年代 他妈的把我的提前批次改了 所以很多人说韦哥你学法律出身的 怎么教英语啊 我很早就想学外语 一定要学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没有对错 后来被逼过去了 后来一读果然发现 骂的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在座学法律的各位 请替韦哥完成韦哥的遗愿 一定把法律学好 替我学好 中国少了一个诸伟没关系 不能少了你 所以请对现在报以最少的浪费 99%的时间彷徨 万一你只有90%呢 腾出9%干正事呢 人生可能就大不同 我觉得我高考错过了 但是我后来干事业这件事 我就没错过 我在进入行业的11年时间 没有一天耽误过 每天都在努力 我用最短的时间 当年拿到了我前一个东家 新东方 我记得我入行 第一年就拿了优秀教师 两年就拿了全国寻讲师 三年就拿了培训师 四年就拿了集团演讲师 那第五年开始拿股份等等 我在2016年 离开上海新东方总监职位的时候 我的版税加课酬加各方面 我总收入一年能达三百万 三百万 但是我还是选择辞职了 我觉得到了 结果我有一年时间 把我的We Learn 干到估值1.2亿人民币 原来 王建林同学不是骗人的 先定一个小目标 我举这个例子 虽然讲的轻描淡写 其实你们忽视的是 周围在这里跟你得瑟 那是因为过去 他妈累了个狗一样 每天都在努力 我每天通宵打蛋工作 我过去的三年 平均每天睡眠时间 就是四个多小时 我一点都不是扯淡 我身边的同事都知道 所以各位 你要做选择的 没有对错 你不用像我这么极端 但是 but please be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ent with the least waste 请用最少的浪费 来面对现在 最后 be confronted with the future with the most dreams 请用最多的梦想 来面对未来 哇靠这三句话 当时我读的好他妈感动啊各位 你要是不跟我背下来 我就祝你今晚做梦 我去你被子里 你不要管我去干嘛 那是我的权利 你咬我啊 来跟我读一遍 伤嘴啊 一起来 一二三走 be confronted with the past with the least regret be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ent with the least waste be confronted with the future with the most dreams 我实在受不了 这句话我必须拍下来发微博 来不要剪啊 我要让所有的同学们 都去把这句话背下来 放在心上 哎呦手机快没电了 我去 赶紧 我要拍一下这句话 哎呀这句话讲了我自己都感动了啊 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好 拍好了 微博就待会再发了啊 我一定要发微博 说不了了 好这句话不多说了 背下来下次见面 不要跟伟哥打招 哎伟哥不要 张嘴背这句话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下面一句 be conscious of 叫察觉到 意识到 我们来看 we won't be conscious of how important something is until the moment we lose it 也是一句特别棒的话 我们不会意识到 how important something is 这件事有多么的重要 直到 the moment we lose it 直到我们失去他的那一刻 所以这句话叫 等到失去的时候 才追悔莫及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莫过一次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旗见的话 我希望 可以在那个女孩的爱你之前加三个字 一万年 哇靠 各位话的记下了 他叫 we won't be conscious of how important something is until the moment we lose it 同样 你可以把这个something 翻成人 we won't be conscious of how important some people is 或者somebody is to me until the moment you lose it 或losing 如果你失去他的那一刻 你才会意识到他有多重要 be conscious of 好